觀眾朋友 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潛秋 首先介紹這一集的加入來賓 第一位是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哈囉 大家午安 耶魯貞晉學博士郭正亮 亮哥 早安 平安 立法委員陳婉慧 大家好 選戰的議題到了假日 幾乎都是陸戰的決戰點 大家的行程都滿滿滿 其中賴清德已經連續好幾場 都是專挑韓國瑜來講 一般攻擊對方的正副總統 打到韓國瑜不分區第一名這件事情 韓國瑜也回應了 聽聽他最新的談話 我謝謝他這一份情 他打了我兩拳 我不還手 這一次我再回到立法院 我的心中一定充滿著台灣人民 我一定負我該負的責任 然後我也要再次呼籲 賴清德副總統 你再打我一次 第四次我就要還手了好不好 講武德嗎 2020會不會是因為同病相連 當時賴清德是怎麼形容 韓國瑜的他說這個是武林 台灣難得一見的 百年難得一見的武林政治奇才 當時是因為同樣 也被蔡英文的網軍打 所以是不是有同情心 沒有打他 但韓國瑜說再打一次 我就要還手了 好 立法院長賴清德 絕對不可以給韓國瑜 那難道給誰 柯文哲說莫非民進黨過半 就要換柯建民當立法院長嗎 那這就是你們要的嗎 強調國會三黨一定要不過半 台灣才有機會擺脫藍綠的泥鬧 走向新政治 所以韓國瑜供什麼 供貪腐 是不是這才是民黨的痛點 因為這麼多年以來 民眾的經濟如果沒有辦法好 而民進黨所展現的 貪腐的這件事情 反而讓民眾有一種 被剝奪的感覺嗎 來聽聽這段談話 政治騙子比愛情的騙子還可怕 愛情騙 愛情失敗了 喝一頓酒大哭一下 政治騙子你投錯了 四年才能啊 我們看看這民進黨 這八年到底在幹什麼 這是一群政治騙子啊對不對 看看現在民進黨 跟30多年前有沒有不一樣 一樣七個字 青年情政愛相賭變了 貪污腐敗愛金錢 陳定南的精神到哪裡去了 韓國一問 陳定南精神到哪裡去了 再也不清廉的民進黨 藍營打兩岸經濟牌都說 分析裡面認為 恐怕都不是民進黨最害怕的 綠營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這張貪腐牌 那麼盛防的幾個關鍵字 貪腐逃色事件 都讓討厭民進黨的氛圍發酵 其中在媒體專訪裡頭 侯友宜 趙超康 也同樣的對於特徵組 一定要趕快把它啟動起來 負責人特質是什麼 當然也是不分區的 他的子弟兵 要來往偵辦 弊案的方向 如果當選的話 強力要來查辦 所以當趙超康 趙超康副手的這一塊裡頭 跟蕭美琴 跟吳行營這三位 要不要辦辯論 趙超康喊話 邀請我們三個人來辯個論 蕭美琴回答說 我們都很有分寸 辯論應該以總統為主 所以不一定要參與嗎 難道不能夠好好討論嗎 倒是吳行營大方的說 Of course 我們當然可以 怎麼會躲起來 還要落英文來回答 這個時候是綠營群起來 圍攻趙超康 當然跟趙超康 最近在搭檔副手之後 所帶動起來的 這個民調的高聲有關係 所以中廣董事長的職務 繼續留著來參選 雖然請假 那麼他就回嗆了 公事董事徐瑞希辭職了 而且感覺一開始 還覺得一發有一句不辭 後來突然間閃辭了昨天 那麼他說跟中廣是完全不同性質 因為根據廣電法來行政的話 完全不違法 而公事是公共電視 有其預算的限制 所以民調在立法院 占多數的時候 為什麼不修法 修法那自然就不可以 這樣代職參選囉 那麼側翼黑函過去 網路上黑的首錄 手錄又來了 老方法大家看得很熟悉 例如其中來打超超康 20歲就可以買房子 70歲可以摟著 20幾歲女孩的腰 這個33歲炒內湖 食物比土地的蔡英文 又怎麼回應呢 或者是王定宇 趙天霖 王必勝 哪裡只是摟著腰而已 他們有更多的行為標準 又是什麼 或者像這個側翼講說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到底奪愛啦啦隊 我們沒有忘記 過去啦啦隊 是怎麼來幫鄭文燦拉抬 你看這群 看起來纖細的啦啦隊們 要抬著鄭文燦進場 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時候連站近一點 都會被拿來酸 所以這個是在選舉裡頭 越來越往這個極小化的議題 來攻的時候 用同樣的抹黑的手法 亮哥這當然也是必然的 所以除了兩岸議題 那麼像韓國瑜要打的 就是民黨的貪腐方向對了嗎 當然要這樣打 而且我覺得要造成兩種效果 第一個主要當然是 針對賴清德 你一定要針對候選人本人 然後造成他的人設發生衝擊 這樣賴清德的人 民調才有可能下降 因為我認為兩個政黨 因為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 有下降 目前兩個政黨的 政黨支持度差不多 然後兩個候選人都拿到基本的 大概都拿到90%左右了 可是為什麼侯友宜還是落後 因為賴清德有拿到中間選民 就是40歲以下的 我們講的中立 中立選民 就是侯友宜在 尤其20到29他偏低 這個部分當然就造成 賴清德會領先例 因為賴清德不是只有基本盤 他還有這種票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最近拚命的讓小美琴去扮演 鞏固20到29歲票的 主要的秘密武器 愛貓 愛狗 對 還有照貓喵喵喵 對不對 賴清德就是沒有這種溫暖 這種好玩 溫度有趣 比如說我常常在笑賴清德說 你怎麼不去說 戰犬汪汪汪 看誰要理你這樣 看誰要理你 就沒有人要理你 他那個人就是驚不可愛 渾身都是政治 小美琴剛好就補了他這一塊 可是你這樣侯友宜怎麼辦 所以侯友宜就要想辦法讓 那些比如說20到29歲 因為這些人比較沒有政治經驗 可是他可能誤信了你某些文宣 所以你要打破那個神話 所以為什麼要集中打弊案 弊案就是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賴清德的人設備挑戰 第二個是你支持這個黨 因為賴清德背後問題一大堆 就是民進黨本身的問題 所以國平黨我覺得未來 真的是要集中打這一些 要去找資料 要去 尤其是賴清德本人的部分 比如說台南 一路走來發生了一些事情 還有他的親信 事實上選舉打到最後 如果沒有扯到這一個 回到基本盤 回到候選人本人的魅力 這樣侯友宜就不容易 贏得這個選戰 事實上在野黨本來 就該打這樣的議題 比如說新票案 宋楚瑜掉了5% 宇昌案蔡英文掉了4% 這種案是有用的 王如玄被打軍裁案 結果打到朱立倫都不知道怎麼選 就是會有這種 他會面臨很大的 從這個老百姓一聽就懂 效應 對 一拚就懂 我覺得尤其是年輕選民 20到40歲 他們一聽就懂 他們有正義感 他們有基本的正義感 所以為什麼柯P會得到 這群人的支持 就是他們比較單純 他們對於那個兩大黨的 長期的一些霧氣抹黑的事 多多少少都聽過 民眾黨因為剛出來 相對比較少 所以為什麼20到29 柯P那邊佔了50% 所以我覺得 大概只有這個方法 至於你去講那個基本的 意識形態問題 什麼戰爭與和平 坦白講要當兵 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把過了 過年紀了 當兵的是18到20歲 只要不是自己當就沒關係 對 真的是這樣 就是你要讓他覺得跟他有關 戰爭那個都是未來的事情 會不會戰爭 不知道 貓一壁壘調查有多慘 你那個都是預言的 民進黨在批當什麼統一 統獨一樣 都不是現在發生的議題 選舉真的是這樣 到最後還是要拉到現在 去問 比如說問說 你現在有比四年好嗎 類似這一種 你問民進黨 比如說我舉個例 你有沒有被詐騙過 共同的經驗 比如說我就想到一個訴求 只要被電信詐騙過的人 都不要投給民進黨 表示這個政黨無能 這個政府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電信詐騙這麼嚴重 逃縫還不用下台 拿不出辦法來 對不對 這種也是一種議題 這個就是FU 這個不是直接打到賴清德 可是就打到民進黨這個政府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集中來打 這兩個部分 要跟他講到的重點 怎麼對於候選人本身 其實這個是民進黨的專長 他們特意很會黑候選人 例如把這個本來2018 韓國也是很受年輕人歡迎 覺得很好笑 很清新 後來把他黑到各種草包 一句話 一個形象 通通都變成黑的 你看看像現在 往肇好康這個方向走 跟林襄站得近一點 就好像把他當成一個 老色狼一樣在攻擊跟批評 可是他們其他民進黨的人 標準就完全不一樣 可是這種風氣 是可以影響到網路上面的風向 我覺得林志群 虧他還是個律師 我覺得這個講法 這個暗示性滿低級的 他眼睛是有業障是不是 他們特別故意 結舉了一張照片 好像看得很近 但是我有特別去找 整個影片來看 第一個 台上有很多人 然後主辦單位都會 叫大家靠近一點 然後我看到趙先生 其實一直在比 他一直在看他跟林襄之間的距離 就是不要去碰觸到 但因為真的太多人 然後人幾人 所以趙先生已經說斜著站了 斜著站 因為他比較高 所以他講話的時候 自然而然會滴下去 好像他在他耳邊講話 可是因為一個高一個矮 這個難免 可是怎麼樣 就是可以這樣子 我不知道林志群這個影色 70歲還可以揉著 20幾歲的女生的腰 你是在講林襄嗎 你有本事 你就把它直接講出來 看林襄的那些粉 討不討厭你 沒有揉著腰 對啊 沒有揉 而且你還用照照看 只是靠得很近 對 他是個律師 他已經完全是在造謠 釋放假訊息 他就是因為沒有主持 他知道他可以混過去 在法律這一關 可是他用趙少康說 趙少康也沒有說過自己 也沒有說過這個話 所以一個律師然後這樣不懂法 然後再來講到這個賴清德老師 也是有動 你是要選總統的人 你去打一個不分區立委要幹嘛 你是因為沒有東西可以打 又想要重新操作2020嗎 你不要忘了2020你們 你們兩個賴清德韓國瑜 堪稱2020年最可憐的兩個男人 因為你們都被同一個女人黑 你們都被同一個女人打 然後你現在自己變成既得利益者 變成權勢者 你就來加害 他說韓國瑜做立法院長差一桿 我告訴你如果這樣比的話 賴清德要選總統差三桿 為什麼這麼說 2018年民進黨那一年大敗 誰造成的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誰 是你賴清德 你賴清德可以把民進黨 當成全民最討厭的政黨 那時候行政院長是你 那一年十個公投案裡面 六個反民進黨政策的 全部都通過 你一個當行政院長 當到你所有推動的每一個政策 通通被人民投票公投給否決了 你至最後只好倉皇下台 2022年民進黨又大敗 賴清德那時候是幹嘛的 那時候賴清德是蔡英文的副手 你當人家左右手 你當人家行政院長 你讓民進黨大敗兩年 然後最後民進黨也可以 推他出來當總統 我也覺得滿奇怪 民進黨到底是沒有人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想說的是賴清德 你沒有資格去講韓國瑜差幾桿 因為你自己才真的是差三桿 行政院長也沒當好 副總統也沒當好 至於講貪腐這一張牌 台南市長任內盧柯 對 盧渣案 瘋癲案 奪權失敗 人家奪權失敗 所以可憐 可憐 現在好不容易苦惜服熬成婆 終於要選總統了 結果副總統一提名 又變成美德沛 他想說我終於是 美德沛 對 我終於當政大了 結果副總統一提名 又變成美德沛 沒有辦法啦 蕭美琴比你有魅力 蕭美琴比你能吸引熱情 他受蔡英文的重用 對 蕭美琴是小英的監軍 所以美德也就美德了 之前是英德沛 然後現在又變美德沛 賴清德心裡在想 什麼時候才變成我可以在前面 連自己選正的還要被副手 壓在上面 至於講這個貪腐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幾年 大家一直都在想的是 國家花了這麼多錢 裡面有多少錢是不應該花的 趙少康先生講了一個問題 到現在民進黨沒有人敢回答 為什麼日本最新下水的潛艦 大金號只要150億 我們連下水都還沒有成功的 國產潛艦就要花500多億 這中間的差價400億 到底到底到哪裡去了 到哪裡去了 如果你說第一艘潛艦 有研發經費比較高 為什麼本來連續要編八艘 八艘都要編這麼貴 這個這麼簡單的數學問題 黃曙光可以出來講清楚嗎 至於說柯市長說三黨不過半 柯建民不會當院長 這個我本來也覺得三黨不過半 如果真的情勢這樣走了 好像藍白還是可以合作 但我現在沒有把握的是 如果三黨不過半 黃珊珊在立法院裡面 到底支持誰 請民進黨擅長打 這個仇恨值跟討厭度 真的很強 我曾經在高雄洗頭 假拼一個阿嬤 開玩笑聊天在講說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討厭過一個人 然後就看到電視什麼報紙 講這麼多 然後隔壁鄰居也這樣講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強烈的討厭 這就是民進黨打選戰最厲害的辦法 現在要打立法院 要不能讓他當院長 其實也是擔心 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次 這一次恐怕會受到大幅的衝擊 我覺得其實賴清德最近 應該是非常著急 因為從藍白的事情之後 相關的民調出來 最明顯的 雖然目前他的這個 看起來好像在民調上面 他是個人的部分 就是他的政副總統是贏的 可是他的這個 剛剛亮哥有講到 就是有關他自己 有關政黨票的部分 其實是往下跌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在地方上 他們小雞助選的行程 真的非常多 通常只要他去越多次的地方 就是他們越危險的地方 重點區 對 我最近聽到的 他的危險區已經從七區 開始有往上揚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覺得因為他們很擔心 國會不過辦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鎖定 在藍軍的部分 他就左打韓國瑜 右打趙少康 當然對於民眾黨的部分 就是柯文哲跟吳欣穎的部分 我要講就是說 像這個韓市長昨天 這兩天他有到宜蘭來助選 所以我覺得其實 現在只要助選的場越多 其實可以看出候選人的 相關的一個特質 可是其實韓市長 他是放在不分區第一名這樣子 他現在連誰要不要當院長 這件事情 他都一起想在裡面 我要回來講 民進黨他過半八年以來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柯建民 柯總召 其實他真的是 名副其實的地下院長 喬了多少事情 喬了多少事情之外 任何一個部會 只要有新的法案 你都可以從他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他完全不避諱的說 昨天誰誰誰到我的辦公室 有多少人坐下來 也就是說所有的法案 要討論要最後要通過 都是要先去跟他報告 每個部會都是這樣 相關的關係人 也是這個樣子的 你可以從我們坐在黨團協商 那個大的這個會議桌看得出來 看起來雖然是尤錫坤坐在正中間 可是只有他柯建民這位總召 是坐在尤錫坤的右邊 其他的總召是坐在兩邊的這個位置上 所以一旦就是說 不管尤錫坤講什麼 柯建民就是拚命講他自己的 最後幾乎都是他做完結論 然後拿去做結論 然後變成這個送到院回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 只是看得出來就是說 民進黨這一邊 確實是非常擔心 他們的這個小雞的一個選情 的確在立委的席次這一部分 連很多年輕選票都認為 這一塊是不應該要在一黨獨大 才有立法討論的迴旋空間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